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叶罗莉战士们与仙境女王曼多拉之间的斗战展开一系列的剧情 其中主角团的成员深受小伙伴们的关注以及追捧 特别是主角的服装 造型 气质等多得了大众的粉丝 本章心动漫想和小伙伴们进行一个叶罗莉测试 全力换嘴唇 测试你看 具实最喜欢吃什么零食 我选B A B C D B 选择A图的小伙伴 嘴皮较馋 但是自己在吃的方面很讲究 除非是情绪崩溃了 不然不会往自己肚子里塞满垃圾食品 自身往往会选择 既能让味蕾满足 又能对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 比如说坚果 喜欢看节奏 缓慢 现实主义风格又不乏温情的剧 尤其世界地气的很能引发社会讨论的片子 一边搅着葵花子 一边舒适看着喜欢的电视剧 选择B图的小伙伴 有一颗敏感的心 自己虽然平时看上去强势有主见 但那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演化出来的坚硬外壳 自己的内心是极为柔软的 对于外界的感受神经远比别的人敏感 所以喜欢的零食也往往没有锐利的口感 像是带来温柔喜艳的巧克力 就非常适合自己了 一边看剧 一边含着入口即化的巧克力 能软化自己平时过于绷紧的神经 选择C图的小伙伴 喜欢分享 愿意跟朋友一起追剧 一边看一边热火朝天的讨论起来 在这类型小伙伴看来 这才是看剧的乐趣 自己很喜欢看商业剧制 累得超级英雄片 酣畅淋漓的打斗场面 和有人的主角光环 才能让自己看得投入其中 如果抱着一大包宝米花 一边看一边聊 一边嘎吱嘎吱地往嘴里塞 跟着片子的节奏取绝起来 那就非常完美了 选择地图的小伙伴 平时热情豪爽 当然是喜欢更加能刺激味觉神经的零食 像那条这种火遍大江南北的零食 一口咬下去真是想见恨玩 自己喜欢看的剧 就算是言情 也大多数是快节奏的 男女主人公要么热情豪爽 要么快刀斩乱麻 要么勇于追逐 一边看着这种让人心里爽快的剧 一边大口 咀嚼着味道浓郁的辣条 觉得人生最美 好不过如此 选择意图的小伙伴 很会享受生活 一边看剧 一边拿着薯片 对于他们来说 再正常不过了 好动加上平时注重锻炼 但他们一点都不怕发胖 这种咀嚼着会发出清脆 畅快声响的零食 对自己来说 才真正具备零食的奥义 而且薯片作为最受欢迎的零食之一口味繁多 在超市的货架上摆的满满的任由自己挑选 颇能满足自己的新鲜感 感谢大家观看本章的动漫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多多点赞和转发哦 有什么看法或者想法 记得写下你们的神评论 分享给自己的朋友 邀请他们一起欣赏叶罗莉的故事吧 别忘了收藏文章 喜欢作者记得关注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